小二 来壶茶 我正要找你呢 喂 小二 来一壶大红袍 你这样的小茶馆 可能没有大红袍 随便来一壶雨前龙井吧 大红袍不是没有 不过不会用来招呼 你这江湖小混混的 倒别出去吧 你看到了吗 他又欺负我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为你奔波劳碌 冒着生命危险 不惜牺牲色相 被那个臭胖子占尽了便宜 还有啊 昨天我深入龙家为了什么 为你打听笑脸元宝的消息 你竟然如此无情无义 你在龙家到底发现什么了 发现的多了 一时也说不清楚 人家奔波了一整天 半口饭也没吃 没有力气说 你叫那个小二准备东西给我吃 我就说 我不是小二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叫金碧多 是吗 我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总觉得你还是像个小二 我这里是茶馆不是酒家 没有吃的 小姑娘 你真的知道笑脸元宝的下落吗 有好东西吃的话 我就什么都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出宝在哪 我马上去做 你不要管他嘛 快走 吃饭 来来来来来 吃吧 金老板 怎么了 你眼睛是不是进沙子了 没有 没有 这些年来 我还是第一次吃家常饭 觉得心头温暖 一时间我赶出而已 不会吧 他这个人 连烧饭也不会 只懂每天跑饭馆 这顿饭 可以说 是我一生中最好吃 最美味的一顿饭了 谢谢 多吃点菜 吃菜 叔晓晓 你在龙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经过我的明察暗访之后 我查出了笑脸元宝 原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伙人 他们的头领 就是龙剑 海 有没有找到什么真凭实据 当然有 我已经找到了 我看见龙府的秘密银库里藏着很多画有笑脸元宝记号的元宝 不过可惜我拿不出来给你们看 但是我肯定有办法的 你不要信口开河臭丫头 如果你这个小二在插嘴我就不跟你说了 金老板 你少说一句吧 我用的是美人计 骗那个死胖子说呀 我肯嫁给他 到时候扮成我的家人大摇大摆的潜入龙家 那样的话 我们想查什么都可以了 狗屁不通 什么狗屁不通 金老板的话也不无道理 如果我们伴走龙家的人 那么便要和你一同入席 就算不落马脚 也无法出身在龙府搜查证据 那怎么办 我倒有一计 对 不能吵嘴 不能吵嘴 快说 快说 你先放手再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据我所知呢 龙剑海是个有名的老陶 向来适时如命 每逢喜庆宴会 定必要最先楼的主厨 亲往龙家做菜 我想咱们只要中途 将他们制住 换上他们的衣服 便可顺利混进龙家了 我知道最先楼的主厨 是个驼子 那怎么扮演啊 驼子才容易假扮 老是脸孔朝下 只要在背上抓着个假驼风 谁也分辨不出的 这个角色由马部队负责了 那我们几个怎么进去啊 你们 对了 金老板脸上有两条胡子 他怎么可能假扮媒婆呢 他自己会想办法的 好吧 也是 来 来 走走 快 把这个拿上 慢点啊 进来 进来 快点 等一下 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你们几个 你是谁啊 竟敢挡着本驼子除神的去弄 我告诉你 这可是龙二爷最爱吃的鱼顿鸡翅 要是顿不够火后 龙二爷怪的下来 便拿你四万 对不起 请进 走 走 走 这一大堆东西该如何处理啊 管他呢 难道你真的要待在厨房炒菜啊 二老爷的客人都已经到了 你们还不动手 行 切菜 是 来啊 来啦 不用着急 马上就好 你们动作快点 坏人等着呢 放心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假装做菜 我跟舒晓晓去搜查笑两院宝的最后 好好好 走 这次我可以用上我们路家的祖传剑法了